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你的产品经理 天天泡在实验室 脸上的抓痕 一定是跟老婆吵架的时候留下的 不如让她去度个蜜月 员工呀 就像家人 你要跟他们相处出感情 相互依靠 这才是共同创业 你如果只是把他们当成工具 那就是你一个人的单打独斗 你这个人啊 身上总是透露出一种孤独感 整天苦兮兮的 好像谁欠你三千万死的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没想到 你心思还挺细腻的 只是观察得比较仔细罢了 那 你想要什么呢 我想要研究出粉底液 为什么 因为那是你想要的东西 我想把它当成礼物送给你 为了我 为了我 你来公司上班 是为了送我粉底液 怪不得星儿说要停下他 你会那么生气 我把它开掉你不会生气吧 虽然你们认识很多年了 但他并不了解你 他居然跟我说 LS霞美是无瑕的美 这是错的 对吧 如果连公司的美妆理念都不懂 那他就是一个流水作业的机器人 我们霞美不需要这样的机器人 那你喜欢我什么呢 我去过你家 看到过一面墙的捐赠这名 我知道 你是外表冷漠 内心却很温暖的人 我喜欢你 虽然被这个世界伤害过 却依然能怀着温暖去面对这个世界 我们影响得那么好 我小时候做过错事 伤害了一个女孩 我当时逃避了自己的过错 直到现在 也没有去找她 如果你真的故意不去的话 你不如主动去找她 如果我是当年的那个她 看到现在的你 不管你做了什么 我一定都会原谅你的 为什么 因为你很优秀 你很好 都没走 你有没有也是 你